大家好 在今天封面雲帶的雲層 影響到的是北台灣的上空 所以北部的朋友 在一大早的時候 感覺到有點短暫雨 到了中午以後 陽光的部分出來了 不過到了傍晚的時候 又有些局部的對流雲層進入 而造成了局部的降雨狀況 這天氣形態來說 在明天要改變了 因為封面要逐漸的遠離了 溫度會隨著陽光的照射之下 變得更高 高溫目前看來 明天都應該會在32度以上的高溫 我們就來用幾個時間點 告訴大家 天氣上面要注意什麼了 第一個 先來注意到清晨的時候 清晨容易有霧 哪裡有霧 山區的部分有霧 外島地區會有霧 所以在馬祖跟金門 一大早7點鐘的航班 你要注意一下 山區的部分 因為今天晚上水氣走了之後 山上這邊的濕度仍然偏高 所以在夜晚的時刻 山區的溫度下降之下 水氣就會凝結成霧了 清晨有霧的狀況 山區活動要注意 但到了白天 早上的9點鐘以後 你就會覺得陽光開始強了 最強的時間點 是一直到下午的2點鐘這一段時間 你的防曬工作真的不能少 從北到南 陽光都會露臉 紫外線指數都會比較偏強 到了下午 陽光的照射之下 北部的局部地區 還有包含了山區的部分 就會有些零星的 Sappajo的出現了 明天的Sappajo的量來說 主要會是在山區 北部 像在基隆 新北的山區 還有包含宜蘭的山區 都比較容易有機會 下些午後陣雨 但晚上我寫個25度 為什麼 因為這兩天你會感覺到 晚上還算滿舒適的 這樣子舒適的感覺再來 就漸漸的沒有了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說 這個夏天的炎炎夏日之下 夜晚的溫度將要逐漸的上升了 禮拜五開始 高溫的部分到達了32度了 接著週休假期 往北走是一個炎熱的天氣 往南走的話會有點雨 因為西南風會帶點水氣進來 我們接著就來看看雷達了 今天下午在北部有雨 就是跟這個雲層有關 有沒有注意到 水氣在通過的過程當中 進入到了北台灣的上空 零星的降雨狀況 又在傍晚的時候出現了 但這個水氣 已經正要逐漸地離開了 中部的南投山區 高坪的山區 這個是午後熱對流的降雨 現在的時候 雨的部分也隨著天黑以後 太陽沒有照射到地面上 溫度下降 中南部山區的午後陣雨狀況 正要逐漸地減少 說到雨來看看什麼 我們來看看雨量圖了 從這一張雨量圖上 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這邊的雲層的下雨 是在一大早的時候 水氣通過彰化海中跟苗栗 還有北台灣上空的雲層 通過造成的降雨 這裡山區的部分 就是午後的熱對流的 雷震雨的出現 南部山區只有在高雄的山區 有一些些的雨出現了 接著就來看到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雲圖上面 我們先來注意雲層的發展 整個雲系的發展 在台灣東邊的雲層 正要逐漸地東移了 而在我們台灣西邊的雲層 有沒有注意到 水氣開始往北台升了 這一些水氣往北台升之後 就會在長江流域的 華中跟江南這個區塊 形成另外一道滋留封面 這也就告訴大家說 水氣開始往北台 封面正要逐漸離開 太平洋高壓 正要逐漸地開始伸展過來了 從衛星雲圖上面 我們可以注意到 從這張真實色彩的雲圖當中 更可以明顯看到 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雲層的發展的量來說 最主要在北台灣 有一些雲帶正在逐漸地通過 當這個雲層離開之後 我們的天氣就開始好轉 但是花蓮跟宜蘭外海這個雲層 地形性的一些雲層出現 所以在明天天亮之前的時候 宜蘭跟花蓮海邊部分 倒是可能會有些局部性的 短暫的降雨狀況 水氣已經開始逐漸地往北台升 但我們東邊的封面帶 已經正在逐漸地離開當中了 從衛星雲圖上面 也就明顯地看得到 整個雲層的發展 白天的時候一些雲帶通過 明天的時候 隨著太平洋高壓的勢力 開始往西的方向伸展過來 禮拜五的時候它開始伸展了 禮拜六 禮拜天 開始逐漸地接近到 我們台灣的上空 使得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在六日會變得更為穩定 但是在整個太平洋高壓伸過來的時候 它的邊緣的部分 因為吹得比較偏著西南風的關係 就會使得南部地區 有些局部的短暫性的降雨出現了 地面圖上也可以注意到 今天晚上封面的前半段 就要東移了 後半段的水氣將要往北抬升 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這也就是長江流域的 梅雨季的封面系統 將要逐漸地成型了 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在於 明天開始太平洋高壓勢力 開始一升過來之後 我們將會是一個屬於偏熱的天氣 南部地區32度 北部地區也可以到32度 中午之前陽光牆戶外活動的時候 記得要防曬 下午的時候 活動在山區的部分 就要注意會有零星的午後震雨 這樣的天氣 目前看來可以持續長達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週休假期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下午要注意的是 塞巴侯有可能會出現 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還算舒適 明天中午就已經到達了 31 30度的高溫 北部地區天際晴 陽光牆 中部地區也是天際晴 但山區部分下午 會有點零星的塞巴侯 南部地區倒是 午後震雨的部分 會在高坪地區的山區 跟高岸的台南和高雄坪地 會有一些 而另外到了 東半部地區的江雨狀況 宜蘭山區會有午後震雨 花蓮 台東是陽光牆 外島地區倒是封面影響 馬祖金門的天氣 仍然比較不穩定 在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都偏少 只有午後震雨 在禮拜天 禮拜一北部有 南部都是短暫性的江雨 高溫部分可都已經上看到 35度的高溫 外島地區倒是注意到 整地天氣在明天 會有一些霧的狀況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外出霧的時候 防曬不可能